字幕提供 今天Joyeworker帶大家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除了行山之外還帶大家去掌知識 由雙搖巴士站出發 走約15分鐘左右就會來到雙搖民族文物館 這裡是北潭沖郊遊徑的文物館 文物館會介紹客家人的住宇環境和設施 其中包括這個黃巷 就是他們開演繪或沙漠穀物的地方 另外會介紹他們住的地方、住宇舍的地方 甚至養豬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去了市聽室看了一段影片 就介紹他們所有卡拉的傳媒物 包括他的建築物、碼頭和他的遙子 是做什麼的呢? 或者他們客家人原來是信天主教的 這些特別的東西都有包括在內的 我覺得除了行山之外 可以看到文化的東西是非常之好 參觀完文物館之後就會走一條有樹蔭得來 又不會太辛苦的山路 有少少上落,不過不會太斜 夏天慢慢走都可以 走約5公里就會去到園五墳觀景堂 在觀景堂再走前一點 就會去到終點萬宜水庫西白 最後召的士走人,全場約7公里 萬宜水庫西白除了景色絕美之外 其實還有幾個地方都很漂亮 首先它是一個很有詩意、很有語氣的月明星 其次它是一個建築物很可愛 好像天下舞鬥大會一樣的建築物 又是一個只可遠觀而不可攝盤的小島 總括而言,其實萬宜水庫西白 是一個夏天很值得來的地方 因為你不需要走很長的路線和很難的路線 就可以來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花一兩個小時去遊覽 絕對是一個CP值不高的地方